Hello大家好,我是一范,今天我们来聊聊英雄联盟手游里面的天赋系统啊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英雄联盟的天赋系统里面有一行大的主天赋和三个小的副天赋 你一个英雄呢,可以选择带一个主天赋加上三个小的副天赋 就是每一行选一个吧,第一行有八个,剩下的都是六个 然后呢,他最良心的一点是他的天赋都是送的 你只要游戏等级到达十级,就全部都解锁了 不像王者荣耀的明文和这个木槐来君子的灰迹是需要去买的 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一个新手和老玩家之间的一个公平性吧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天赋是什么啊 首先是第一行的八个主天赋 第一个电行,就是瞬间伤害 在三秒内用三个独立的攻击或技能命中一位英雄时 会造成额外的自食影伤害 什么叫自食影伤害呢 就是根据你的英雄是一个物理英雄还是一个法触英雄 或者说是混合伤害的话 估计就是看法强还是物功更高了吧 会造成这个自食影伤害 就是它的加成是根据你的额外攻击力 40%额外攻击力和25%的法触强度来的 但是如果你两者都有,它就两个都会加 但是如果你是偏向于物理的英雄 会造成物理伤害 如果你是偏向于法师的英雄 就会造成法触伤害 这个叫自食影伤害 冷却时间是25秒 就是给那些爆发型的英雄用的 第二个天赋叫爱丽 远程消耗保护 你的攻击或技能会对敌方英雄造成伤害时 向其派出爱丽 在使用技能保护英雄时也会派出爱丽 在无尽对决当中 这个保护性的技能可能不是特别多 但在英雄联盟中很多辅助都是有的 无论是加护盾还是加血之类的 因为他们毕竟每个英雄都有四个技能 所以这个爱丽基本上是那些辅助英雄带的 伤害值和护盾值的加成都写在下面了 我就不念了 然后爱丽在回到你位置前 无法被再次派出 这个就是一个冷却时间吧 应该 我也不知道这个爱丽的这个移动速度是多快 也没带过 然后第三个征服者 就是累计伤害 当普攻或一个技能攻击一个敌方英雄时 获得一些适应之力 最多可以叠加五层 在叠满层数后 对英雄造成额外的自身伤害 每层是2到6的外攻击力 或4到12的法术强度 持续8秒 然后叠满层数会对英雄有10%的适应之力的加成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应该是10%的伤害加成吧 因为我虽然之前玩过端游 但是这些天赋系统是在我退游之后才出的 所以我其实没有用过 我不太了解 然后第四个天赋 迅捷步伐 移动攻击和使用技能时会激染层数 就像那些装备的效果一样 在100层时 你的下攻击将会为你治疗 并增加移动速度 治疗量是这么这么多 移动速度是增加1秒20% 这个其实就跟无尽对决里面的 是否第二天赋差不多 刚刚那个电型就跟魔法狂潮差不多 只不过魔法狂潮只是魔法伤害 第五个天赋 不灭之祸 在战斗中每过4秒 你对英雄发起的下一次普通攻击 将会根据你的最大生命值提高 治疗量2%的最大生命值回复 永久提高你的生命值5点 额外伤害造成相当于 你4%最大生命值的魔法伤害 远程英雄使用此符温 所有效果降低40% 这个就是给那些坦克用的 可以增加血量 然后可以提高生命值 对吧 然后第六个天赋 余震 控制 进攻 在定身住一名敌方英雄后 提升你的护甲和魔法抗性 然后在你周围造成一次魔法伤害 防御值是这么这么多 然后持续0.5秒 就0.5秒嘛 这也太少了吧 伤害值是这么这么多 然后冷却时间是20秒 第七个天赋 生命源泉 对敌方一名英雄施加移动受损标记 这个应该就是 减速的意思 然后有方英雄攻击被标记的目标时 会获得最大生命值的治疗效果 这人放了他行鲜预兆 出发了之后 出发了一个鞋子升级之后的附魔技能 一个治疗技能 就是那个救赎啊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上期讲过了 但是他如果触发什么传送啊 中亚沙漏啊 水晶腰带这些 他应该怎么释放呢 我因为账号等级还没有到十几啊 所以没办法解释 自己也没法去试 因为他十几才能开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下方留个眼啊 然后是第一行六个主宰系的红色天赋 第一个残暴 可以获得七点攻击力和2%的护甲穿透 或者是四点的防律强度和2%的防律穿透啊 这个是自适应的 第二个分暴聚集 每两分钟获得2点的攻击力和4点的防律强度 那一个呢是一上来就加的嘛 一个是后面才加的 所以残暴可以是一些前期英雄带的 分暴聚集是后期英雄带的 对吧 因为后期加的肯定是分暴聚集加的多嘛 第三个是失血猎手 获得2%的物理吸血 或者2%的法术吸血 法术吸血就是技能吸血啊 然后击杀对面的英雄是这个还能叠加 这个就是给那些吸血英雄用的吧 就像无尽对决里面的战士第二天赋一样 第四个天赋凯旋 参与击杀会回复10%的遗损生命值 对生命值低于35的英雄会造成3%的外伤害 这个呢就是一个收割天赋了 第五个弱点 减速或固定一名敌方英雄后 他们将在接下来的5秒内受到5%的外伤害 这个呢就是给那些控制性的英雄用的 然后第六个勇者 对敌方英雄造成伤害增加10% 没死亡一次就损失5%的加成 直至效果消失 哦这点东西有点意思啊 就是前期猛的一匹 这个才是给真正的前期英雄玩的 真的牛逼 如果你觉得对线无敌 然后又不会死 这个就牛逼了 然后是第二行绿色的坚决系符文 第一个强化 获得10点的护甲 或10点的魔抗 根据你拥有的最少属性效果来获得 这也是一个自适应的意思 第二个适应 在游戏进行5分钟后获得8点护甲和魔抗 呃前面那个是霍啊 这个是合 但是是5分钟之后 这个呢就跟前面红色系的第一个第二个天赋 差不多啊 就是一个开始就有一个得后面慢慢有 对吧 然后第三个泰坦猎手 获得20%的 获得20点的最大生命值 参与击杀敌方英雄时 会获得20点最大生命值和4%的韧性 这个应该就是叠加的吧 会 那我这个他也没说最大层数 如果我杀了25个人是不是就免控了 这个好像有点牛逼的嘛 然后第四个天赋叫复苏 每过3秒恢复2%的生命值或法力值 啊 这个就是看你血少还是蓝少就回复 第五个忠诚 你获得2点的护甲和5点的魔抗 你最近的友方英雄获得5点的护甲和2点的魔抗 这个就是辅助英雄带的吧 第六个灵魂行者 获得50点最大生命值和20%的减速抗性 好下面看最后一行蓝色的启迪系符文 第一个水上行走 在草丛野区和河流中会获得8%的移速效果 这个就是打野英雄专人用的吧 第二个出谋划策 对史诗野怪和防御塔 造成10%的额外真实伤害 每次你参与获得这些地图资源时 可以获得100块钱的额外金币和500的经验值 这个就是打龟推塔变快嘛 对吧 大家应该很熟悉 啊 不是打 19联盟里面不是龟啊 是那个什么峡谷先锋 大龙小龙 对这些会额外造成伤害 然后第三个 天生猎手 获得2.5的冷却缩减 然后每次单杀一名敌王英雄 会减少1.5的冷却时间 这个冷缩也能叠加吧 最多叠加到40 然后第四个 甜品爱好者 这个蜜剑糖果呢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就是塔下的那个糖果 把那个打了之后 会有三个糖果爆出来 就每吃一个会 治疗效果提升25% 然后每吃一个水果 还会额外提供20的金币 第五个 团队猎手 当你接近有方英雄时 获得2%的移动速度 每次跟队友一起击杀一名敌方英雄 你将获得50的金币 队友也获得50的金币 这个是辅助带的 最后一个 法力留细带 这是一个什么狗屁翻译 这什么打错了吧 这个五个字 我怎么读不通呢 我们来看它的效果 使用技能命中 一名敌方英雄时 可灵就提升 你的最大法力值30点 最多提升300点法力值 那这个就是前期 那些法力不足的人用的 蓝条不够的人用的 因为技能命中10次 这个就直接叠满了 对吧 那这就是整一个天赋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它就是第一行主天赋 你可以带一个 然后第二行这个启迪系的 第二行这个叫什么 主宰系的红色天赋 你可以选择一个 第三行这个坚决系的天赋 你可以选择一个 然后第四行这个启迪系的蓝色天赋 你可以选择一个 总共四个天赋 根据你的不同英雄 不同位置 不同需求来带 最后我附上英雄联盟 这个操作设置的翻译 有需要的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就不做过多的解说了 也是搬运自 这个英雄联盟的官方微博 好 那么英雄联盟手游的 新手系列的这个视频 那就出到这里 之后要出这个 每个英雄的单独教学的话 我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出 因为我现在目前来说 打这个日服还是会有点延迟 另外呢 这个英雄联盟官方手游 好像也禁止了这个VPN的使用 我不知道如果一直开着玩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那北美上线估计得等明年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 具体啥时候 我才能做上这个英雄解读视频 那就尽你期待吧 那么接下来的重心呢 还是会放在无尽对决的手游当中 好吧 那么我们之后再见 拜拜 拜拜